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一凌晨上演的西班牙甲組聯賽馬德里打比 主場的馬德里體育會 憑著卡拉斯高在上半場的12馬 以1比0擊敗了已經提前奪冠的王家馬德里 賽後馬體會隊長佐治高基接受媒體訪問 高基表示他們真的很想 能夠第一次在曼達大都會球場贏得馬德里打比 自從球隊搬到來這個球場之後 他們就未曾擊敗過王家馬德里 今日大家都為球隊的表現感到開心 他們本來是可能可以入到更多球 但為了防範王馬在任何時刻追平 他們是要踢得很小心 球隊裡所有攻擊球員都想取得入球 當然包括基斯文 他在這場比賽都有很多機會 但團隊的重要性是最重要的 為了達成他們的目標 高基表示 他們現在距離他們的目標還有三分 只要拿多三分 就可以確保球隊下季的歐冠聯資格 只要他們保持到今天的發揮 就一定可以做到 今天他們面對的是西甲冠軍和歐冠聯的決賽球隊王家馬德里 所以這場勝仗顯得更加重要 佐治高基之後再被問到有關球隊今場球 沒有列隊歡迎已經提前奪冠王家馬德里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他在王家馬德里有很多朋友 祝賀王馬裡每一個人 雖然這件事引起了很多討論 但他們球隊就是決定了不列隊 事情就是這樣 雖然最後他們贏了王馬 但王馬球員始終是他們的同行 所以他們是非常尊重王馬球員 我是阿斌 多謝收聽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